黑土狼主 我西齐 与你们黑土本不曾交恶 狼主如此大动干戈 岂不伤了和气 黑土是和你们西齐毫无来往 但是本狼主早已经看中了西齐 因为西齐土地肥沃 粮草充足 我要是得到了你们西齐 就会更强大 锦伐 你不是姬昌的儿子吗 你回去告诉你爹 想当年是他兄弟守着平城 就是我把他给消灭了 如果你爹还记忆犹新的话 他要布他兄弟的后尘 那赶紧叫他出来投降吧 原来是你杀了我叔父 我饶不了你 狼主 何必跟这些臭小子们浪费时间 直接把他们杀了算了 你这个女人欣赏真够歹毒的 开口杀闭口杀 现在武器正在疗伤 他嘱咐我见到你 一定要好好地打你两下 你还敢笑 小心 他笑就杀人了 那么小的废刀还想杀人 没想到 这俩人竟然如此厉害 李将军 是时候 启动天地阵法了 天地阵法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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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Apply 来 咪 来 bak 咪 ح 咪 abort 没 马 放 在 放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龙儿 你来了 你是何人 鸡龙 杨将军 我看这个人 怎么有几分面熟啊 善儿公子 他跟侯爷还有你 好像很有几分相似 我们走 义父 龙儿 你真是个好儿子 我的好儿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主人 丞相 哎 哪吒 你也回来了 是啊 我刚刚在上空 看到有人要对我师叔出手 所以我就很生气啊 我一气之下 就用风火轮撞了他的双枪 没想到那个人的双枪 居然和并成了一枪 和我斗了起来 想不到那个人的法力还蛮高的 哎 对了丞相 你觉不觉得 那个人 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耍双枪的人 好像是 没错 我看他也很像 先别说这个了 他耍双枪 耍得如此的出神入化 我相信他手里拿的那个 一定是一件神兵利器 嗯 是啊 真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能够轻而易举的 就破了我们的天地阵法 爹 我感觉咱们的阵法 好像不太强 所以才被破 哪吒 不是这样 我们的天地阵法 只是刚刚开始练 并不纯属 所以才被他破了 啊 我说的嘛 我还以为咱们比不过他们呢 嗯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咱们的阵法只练到三成 如果我们加以练习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破掉的 嗯 啊 图形孙说得对 尽管我们的阵法 现在只练成了三成 但是我们已经足够 去困住顽木端和离机 已经很不错了 从今以后 我们都要勤加练习 日后一定可以杀敌 哎 师叔 可是阵法再强 好像也无法克制那个人的双枪 那个人用的是什么宝物啊 这 我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啊 这阵法我们还是要练 不能松懈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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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子 有件事情 我想拜托你帮忙 太师 太师 听说黑图郎主已去攻打西齐了 没错 听说那江子牙还布了个什么阵 结果不但让黑图郎主他们给破了 而且那江子牙还带领人马逃了回去 这次呀真是大快人心哪 是啊 看来黑图郎主果然是厉害呀 黑图郎主力大无穷 特别是他夫人手里使那个弯刀堪称一绝啊 哦 还有他的儿子姬龙 手里使一对金枪是无人能敌 这一阵就是让他给破的 金枪 可是那龙蚊枪啊 没错 听说此物乃是上天所赐的精兵良妾 太师国师 在聊什么呢 参见玉妃娘娘 免礼免礼 玉妃娘娘 您怎么来了 是大姐让我来看看 现在稀奇的战况如何 哦 请娘娘放心 如今江子牙的阵法 已经叫黑图郎主他们给破了 真的啊 嗯 那真是太好了 是啊 对了 太师 我在想 我们昭歌和黑图郎主结盟了 而且他们又齐开得胜 我们是不是要备些礼物 前去向郎主祝贺呢 哎 国师说得没错呀 老夫也正有此意 只是这老夫还得镇守军营 这 没关系啊 既然我来了 那就由我和国师前往黑图道贺 这样也可以表示 我们昭歌对黑图的重视 哦 太师 那就要由你命人去准备贺礼吧 好 那就烦老娘娘了 嗯 老辞 想不到这个黑图郎主 如此地厉害 他们都战胜江子牙他们了 刚才文太师跟我说 不单单是郎主 而且还有郎主的夫人黎姬 和她的儿子 武功都很高强 尤其是她的儿子 有一对神兵利器啊 哦 那就好啊 借此机会好好看看郎主的儿子 有什么厉害之处吧 好啊 嗯 对 我看你很久了 好 就这样了 我看你都看一下 什么 都可以 我看你 我看你 为什么 是什么 我看你 好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爹 这次凯旋归来 真是全靠龙儿啊 不 是义父神力无敌 儿臣哪敢鞠躬 更想不到的是 想不到郡主武艺超群 郡主 少主骁勇善战 郡主美貌无双啊 臣恭祝郎主得此一对金铜玉女啊 说得好 说得好 你们看一看啊 你看看我这对儿女 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的一对啊 是是是 好了 哈密葵 你就别再恶心了 我说少主 你是大王的干儿子 郡主是大王的女儿 都是自家人 何必那么客套的 你捧我来 我捧你去的 不是吗 是 我说郡主 我说得对吗 你 这 郡妇 请宫业女儿就不参加了 女儿先回去了 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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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大了 一句都说不得呀 我是说呀 你看看 你看看 龙儿也在这儿 大伙都在这儿 你 你这不是叫人消化吗 义父 啊 龙儿啊 今天 义父 就给你系上一大功 等打败了西齐 义父 就给你办一场红红火火的婚宴 让你 跟芙蓉 忘婚 好 姬龙 多谢义父 来来来来来 快快起来 快起来 赵哥国师和玉飞娘娘驾到 听说郎主出战西齐 获得了胜利 所以我们备了新鹤礼 来恭贺郎主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哎呀这 这这这这二位贵客到来 真是幸会啊 哈哈 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请坐 坐坐坐 哈哈 哎呦 哈哈 哎呦 哎呦 玉飞娘娘 这边坐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去 你就坐在这儿 哎 就坐在这儿 这位是 龙儿 哎 快来 见过玉飞娘娘 是 激龙见过玉飞娘娘 哎 免礼免礼 哦 他是 哦 嗯 他是我的义子 这一次呢 破了江子牙的阵法 这个全都是他的功劳啊 哈哈 哦 想不到 年纪轻轻的 居然打败了江子牙 那我们消灭西齐的人选 已经有了 哈哈 哈哈 对对对对 哈哈 但不知 你使用的兵器 或者法术是 啊 我是使用 帝妃娘娘 这件事儿 还是以后再说吧 难得娘娘和国师 来我们黑图 正好赶上我们大战成功 我们郎主正要设宴庆功呢 还是请各位贵宾 随我来吧 谢谢娘娘 嗯 嗯 既然是这样 那就请吧 国师请 啊 娘娘请啊 好好好 你快点啊 我快点了 你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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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了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了 我快点了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五月 我跟强点了 naszej 恐怕 黑徒啊 全靠你了 衣服放心 鱼器 都有孩儿我 郎主 少主乃是咱们黑徒第一高手啊 在普天之下无人能敌 有少主在 相信马上就会攻破西极了 好 大王 大王 来 好 大王 好 再来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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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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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两个说了多少遍了 姑在跟美人饮酒作乐的时候 不要来打扰姑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啊 是不是要姑降罪于你们 你们才能听明白啊 大王 大王 微臣的确是不想影响您跟娘娘饮酒作乐的雅兴 我们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您呢 是啊 大王 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啊 立刻就赶回来禀报您呢 根本也顾不上打扰了 那 什么消息啊 说吧 大王 这黑图狼主已经起兵攻打西齐了 是啊 而且是 依仗齐开得胜 大败西齐啊 好 哦 你说什么 黑图狼主打败了西齐 齐病娘娘 这平成跟西齐本来就很近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互相提防 可是黑图很久没有进攻西齐了 西齐守将肯定送信 这次黑图狼主突然出兵 真是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啊 黑图狼主那个王牧端 力大无穷啊 还有他的爱妃李 李姬 更是会效力藏刀的法术 那是把西齐打得一败徒弟啊 所以江子牙就想出了一个正法 他想困住他们 结果 结果怎么样 结果 狼主的儿子居然把这给破了 就连那江子牙也摆在他手下 哈哈哈 这不可能啊 江子牙的法力那么高深 到底是谁向他打败的 正所谓 一山更比一山高 更倒是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姐姐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再说 这江子牙他是人 他又不是神 现在 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了 是不是啊大王 哈哈哈 希望这黑图狼主 能长盛追击 好啊 这次我们终于有希望 夺下西齐了 对啊 大王 既然这样 我们要不要背上一份厚礼 送到黑图 给他们恭贺一下啊 好 你们两个就替姑准备一份贺礼 送给黑图狼主 表达一下姑的心意 诺 两位美人 姑去去就来 恭送大王 走 走 这黑图到底有什么能人呢 这么快就破了江子牙的阵法 姐姐 姐姐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之前被阳俭的银肩薄击所伤 变回元秦后 我的元神曾经出窍 当我路过黑图的时候 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 啊 哼 哎 而我现在的样貌 就是依那位女子的样貌而变的 哦 原来如此 那姐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好 大王最近缠我缠得很紧 先陪好大王 至于黑图那边 你用千里传音 告诉公报和玉庆 无论怎样 一定要小心行事 吃 郡主 邱姨来了 哎 邱姨你来了 郡主 来 快坐下 坐 郡主您坐 郡主啊 您找我有事啊 嗯 您 您这是在 邱姨 你看 我在逢披风 逢披风 郡主啊 您是金枝玉叶 您要披风的话 叫下人坐就好了 要不交给邱娘我吧 反正邱娘闲着也没事 来 啊 不用不用邱姨 这披风 一定要由我亲自来封才行 因为 因为什么呀 因为 我要 哎 邱姨 你不知道 这件披风啊 我们郡主是要送给 不要多慌 哦 哦 哈哈 丘娘知道了 郡主是要送人的 而且 一定是要送给少主的 对吗 丘姨 平日他们缝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看着 信之来的时候 我也会缝上几针 可是 现在有几个针法 我还不太懂 所以把丘姨请过来 让您指点指点我 郡主啊 您对少主实在是太好了 嗯 不过郡主 您为什么要封这件披风呢 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啊 秋姨您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呀 哎 我 珍珠 啊 秋姨来了老半天了 连个茶水都没喝呢 嗯 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嗯 还快倒水 秋姨喝水 好 谢谢 郡主 您还没回答我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披风呢 秋姨 对不起 少主出兵 把西齐打得落花流水 哎呀 秋姨呀 您怎么这么不孝心啊 对不起 妃子打烂没关系 但伤了我们郡主可怎么办啊 郡主 对不起 我失礼了 啊 秋姨快起来 别听珍珠瞎说 嗯 这水又没有泼到我的身上 也没有弄脏披风 您不要介意啊 郡主 郡主 少主真的打败了西齐 嗯 对啊 少主啊 不但打败了西齐 而且郎主说了 只要少主尽快消灭西齐 那 郡主和少主的好神经 喂 跟你说了不要多嘴 好神经呢 看我不打你 打你 不要 打你 还说 打你 我就说 好了好了 不许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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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 阿太子不要追我啊 打你 圣邦 你再说一遍 爹 孩儿是说 黑土的狼主顽木端 他说当初 是他灭了平城 他灭了平城之后呢 侯爷 那平城之意 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那顽木端 他说的是否属实啊 你们别说了 我不想听 我也不想提起 爹 孩儿不是逼您想起 孩儿只是想证实 那平城战役之后 叔父全家 是否都死在了平城 不错 我弟弟饥还他们全家 却战死在平城哪 当为父知道的时候 正要派兵前去攻打黑土 但是弟兄下诏 说他与黑土已经议和了 所以 所以 这个仇 咱们到现在都没有报 当初 你祖父 你祖父 要我爹守在西齐 将你叔父派去平城 却没想到 走来灭门之祸 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情 就心如刀割 我 我一直觉得 我真对不起他们 爹 对不起 孩儿 让您想起了往事 请爹 不要再伤心了 没事 侯爷 只是有件事情 子牙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真相 何事奇怪 不知道 二公子有没有觉得 来救完牟端的那个人 他跟侯爷有些相似呢 对 我也觉得 和爹确实有几番相似 当时 我就是一直觉得 什么地方奇怪 并没有想到什么 只是觉得他很眼熟 但今天我见到侯爷了 我真的是觉得 他跟侯爷的确是有几分神似了 丞相 此言是何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在平城 会不会有机会 有人能活下来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爹 难道叔父就没有后代吗 有 你叔父有一个儿子 有个儿子 嗯 我记得 你叔父的儿子 和你大哥博弈考 几乎是同时出生 那 那他人呢 他现在在哪里啊 我曾经派人去大厅过后 当年平城被迫的时候 我弟妹 将他的儿子 藏在厨房之中 不过 还是被顽墨端他们搜了出来 当场杀死 他们怎么这么狠毒 连个小孩子都不放过 所以说 这个人跟侯爷 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那到底这个叫姬龙的人 又是什么人呢 啊 丞相 你 你说鸡龙 没错 我们一直说的那个人 他就叫鸡龙 我 我弟弟的儿子 他 他 他也叫鸡龙 我 如何呀 好美呀 黎姬娘娘 看得出来 你是很懂得享受生活 那是当然了 我这个人哪 平常最注重休闲了 国师 请坐呀 好 黎姬娘娘 那个鸡龙他是 那是大王捡来的孤儿 什么 捡来的 捡来的 从哪儿捡来的 唉 这话呢 说来可就长了 郎主的前妻啊 生下郡主之后 就难产死了 后来又娶了我 我也没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 郎主见这孩子 跟他有缘 就收为义子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郎主到 哎呀 二位好啊 哎呀 郎主 您怎么来了 哎呦 夫人哪 我要当着二位客人的面 好好地夸赞你一番 哎呦 郎主 我们都是夫妻了 干嘛要夸我呀 嘿嘿嘿 我不但要夸你 我还要夸咱们的龙儿 啊 夸龙儿 哎 为什么呀 哎 你不知道啊 刚才 在操练兵马的时候 咱们这个龙儿啊 威风淋淋 颇有大将之风 我在想啊 等灭掉西齐 我就把王位传给他 哎呀 郎主 这 好好地干嘛要把王位传给他呀 哎呀 这是不可以的 再说 鸡龙他 哎呀 你又来了 哎 鸡龙他 不是西齐哪个孩子 啊 你啊 那就不要瞎操心了 哎 郎主 可是 好了好了好了 哈哈 玉飞娘娘 哎呀 郭师 刚才 在庆宫宴上 怠慢了二位 被郎主 特来 表示歉意啊 郎主 太客气了 嗯 我们讨扰了许久 我和玉飞娘娘 也该告辞了 哎 郭师 怎么 郭师和娘娘 这就要走吗 是啊 我们先走了 哎呀 这 娘娘 您跟郭师难得来此 不如在这儿多住几日 也让我们好好 静静地主之仪啊 是啊 玉飞娘娘 郭师 你们很难来此 啊 那就多住几天吧 是啊 啊 郎主和离飞娘娘盛情难却 公报就不退辞了 啊 那公报和玉飞娘娘 就在此多住几日吧 好好好 太好了 来人呢 在 你们呢 陪玉飞娘娘和国师 到平成 好好地转一转 四处看一看 记住了 千万要照顾好 不能怠慢 诺 诺 那我们先告辞了 好 告辞 送啊 哎呀 郎主 您孩子看什么呀 我没看什么呀 最好是没看什么 你看 郎主 我觉得刚才那件事情 您还是在考虑考虑 哎 你看 你又来了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这两个呀 一个是我的义子 一个是我的女儿 等 他们将来结为夫妻 一个呢 就是我的女儿 一个就是我的女婿 他们呢 也会很孝顺你的 你呢 也得好好照顾他们俩 知道吗 是 我立即在黑土的功劳河等的大 岂容小辈来抢王位 如果郎主真的让出王位 那将来在他们眼里 还会有我这个利器吗 不行 我绝不能让郎主将王位 传给那个小子 我一定要破坏 想不到这个鸡龙 不是万木端的儿子 没错 而且 离姬 对万木端要传位给鸡龙 大为不满 我也发现了 离姬这个女人 心机很严重 权利心也很旺 所以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这一点 利用这一点 哪一点啊 我们可以利用 黎姬和鸡龙之间的矛盾 制造一些冲突 制造冲突 没错 鸡龙的法力高强 而丸木端想把王位传给鸡龙 黎姬娘娘肯定不肯 所以 等他们打败西齐之后 我们就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 让他们自相残杀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这 的确是个好办法 对了 姨姬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啊 鸡龙的身世 鸡龙的身世 玉婷 你有没有觉得这鸡龙 像一个什么人 我也发现了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没错 我也觉得那鸡龙和鸡昌有几分神似 嗯 而且 他又是狼主所收养 再加上他姓鸡 所以我觉得他跟西齐的鸡昌 一定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该怎么做呀 哼 李婷 我看得出来王牧端对你有意思 这样吧 嗯 你就趁这一点接近他 从他的身上打听出一些消息 嗯 不好了 郡主 不好了 你怎么啦 慌慌张张呢 我刚才去少主房间 他不在 结果啊金瓜他就说 我 我这是撞了大树了吧 什么大树啊 明明是你这块硬石头 撞过金瓜 你 什么石头 我叫珍珠 我说话你 看我不教训你 郡主救啊 郡主救啊 哎呀 珍珠 还不住手 金瓜 金瓜参见郡主 我让珍珠去找少主 少主怎么没来啊 他人呢 少主啊 他 他 哎呀 少主他 他怎么了 少主 哎呀你快说呀 他怎么了 郡主啊 金瓜说他受伤了 受伤了 郡主啊 少主昨天在庆功宴之后去巡视兵营 他骑着那个马呀 走着走着 走着走着 走着 结果一个不小心 就从马下 摔到马上去了 哎呀 真是放的你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然后呢 郡主啊 刚才珍珠来说 郡主在找他 结果 结果怎么样啊 结果 结果 结果啊 少主他就说 他自己来找你 嗯 什么 他 他的浑身是伤吗 怎么能让他来找我 当然我去找他了 你们 哎呀 拿着 啊 哇 啊 啊 我来了 龙哥 你 哎 你快让我看看 哎 你 你 你 嗯 我怎么了 你不是摔倒了吗 金瓜说 你从马下摔到马背上啊 人怎么可能 从马下摔到马背上去 你这么不相信我的奇术吗 嗯 那是金瓜说的吗 他说你从马下摔到马背上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啊 居然敢捉弄我 嗯 看我不打你了 哎 君主 君主 这不怪我们 是少主让我们这么骗你的 是啊 要不都怪我们少主吧 都是他出的主意 嗯 你让他们骗我的 为什么 因为啊 我想试试看 你心里有没有我 好啊 你们三个联合起来捉弄我 我干嘛要关心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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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天天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阳柳花絮满天 未避 轰蜂绿绞 雾柳花絮满天 刘雨苏绿沉绵 威望天使辗转相连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火烦满烟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有你的你边前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火烦满烟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有你的你边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